年年夏日,各种虫子又比较活跃,皮肤病会比其他三个季节都高发。 夏季皮炎,足血,蚊虫钉养,秋枕性循麻疹,这时候,家里常备的药物可发挥大作用。 湿疹,或将正气水,或将正气水是传统中医药的经典老方,主要用来理气趋势和驱寒,是夏季防止中暑的常用药。 不过,夏季出现湿疹也可以用它,患者用温水清洗患处后,用或将正气水凸患处,每天三到五次,三到五天为一个疗程。 同时要注意平时患处的卫生问题,避免用手抓挠患处,皮肤骚痒,开腮路,夏天天气热,细菌容易滋生,人们又容易出汗,导致很多人都有皮肤骚痒的毛病。 这时候家里的开腮路就能止痒,打开一只型的开腮路,倒进一个干净的喷雾瓶里,然后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或蒸馏水就可以了。 可以在每次外出的时候,装在包里或穿在兜里,每次洗完手后喷一点,然后轻轻流错一下,促进吸收,非常方便。 晒伤皮肤,马英龙痴疮高,夏季,最容易被晒伤,受晒处,皮肤表现红肿,臊痒,着痛,严重者可引起水泡。 马英龙痴疮高有清热血度,却负生肌的作用,可以缓解症状。 涂茶此药膏,肌肝患处凉爽舒适,痛痒减轻,每天涂一到两次,两天后症状即可全部消失。 搓疮,绿霉素眼药水,高温年热的夏天,皮肤出汗出油,身体粘腻,很容易被痘痘光顾,也就是搓疮。 搓疮,涂茶绿霉素眼药水,可收到良好的效果。 对于红肿的痘痘,可以用化妆棉蘸取绿霉素眼药水敷在痘痘上,它具有缓解充斜胶胶盐的作用。 涂眼药水之前要用圆黄皂将面部清洗干净,一般每日涂三次即可。 小儿肺子,或香正汽水,夏季天气颜色,不少小儿会起肺子, 此时可在为小儿洗澡时加入或香正汽水。 若病情较为严重,可取或香正汽水按比例稀释。 稀释浓度为,不满三个月的婴儿,药液与水比例为一。 三,四个月到十二个月者,药液与水比例为一。 二,超过一岁者,药液与水比例一比一。 在清洗部换处后,用消毒药棉沾吸释后的药液涂擦换处。 每日二到三次。 火阶子,红眉素眼药膏,夏天容易上火,动不动脸上就长出了火阶子。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用红眉素眼药膏。 在鼻腔里或面部长出阶子,涂上一点眼药膏。 既能阶子,又可保持鼻腔湿润,还能消肿,止痛。 上述用法,因为用量小,次数少,一般不会产生副作用。 但是,对红眉素获免者慎用。 族选,风油精,年年夏日日,族选患者就进入了多氧之秋。 磨点风油精效果就很好,用温水将足清洗干净,开干,如有水泡折。 可先用针指针将其刺破,然后用药棉吸镜。 再用风油精每日一至两次涂擦换处,一般三到五日即可见效。 蚊虫冰咬,风油精,夏季最常见的就是被蚊子冰咬。 家里的风油精和红眉素软膏,就能发挥大作用。 如果发生红中痒痛,可菊部涂质氧剂。 常用的质氧剂有氢凉油,风油精,绿油膏等。 也可以用肥皂水或是小苏打冲洗,以中和蚊子分泌的酸性毒素,并可用花露水稀释后涂擦菊部。 如果菊部出现感染,化农时,应及时清洗被叮咬的菊部,涂抹红眉素软膏等。 对于症状较重或有剂发感染的情况,如出现发伤,意识不清等严重症状时,就需要立即就医。 来源健康时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